丢失文件的是杭州前江市计城某大型在建工地 公立负责人到派出所报案时 距离文件丢失已有四个多小时 这些资料的话因为有些是涉及到一些图纸 还有涉及到一些法律诉讼 还有一些合同 这些东西都是 特别是合同和图纸的话是有些不可复制的 因为有些东西已经完工了 他们要留档的 据他描述是千万是肯定要有的 因为还涉及到一些诉讼的问题 派出所联络辖区内的物业联合协会 在监控范围内 发现有一辆收废品的车进出国工地 经过进一步询问 警方得知这家单位最近正在搬迁 垃圾杂物较多 于是请来保洁阿姨收拾 阿姨以为散落的文件是没用的废纸 就一起打包带走了 送往一家废品分检中心 卖了1050块钱 民警抓紧时间赶往现场 废纸已经被压缩成好几个大方块 我先从那个第一个地上那个开始找 我发现有一个脚上面 它是有这个公司的一个账 那我马上叫他们过来辨认 我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们 他说是的 但是那个脚上面的东西是不重要的 但是我也基本上能确定 就是这个方块里面是有他们的东西的 然后还有一个已经落起来了 那个上面有一本挂历 一本挂历那个是有他们抬头的 当时已经是晚上90点钟 废品分检中心的工人已经下班 第二天早上7点 辅警请工作人员通过插车 把压缩方块从高处摔下 在徒手与工地负责人一起翻转 你怎么把人家的书都卖了 当经理啊 有用的放箱子里 这不是我们的 这不是我们的 但是是我们公司的 谢谢你看一下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 重要文件被全部找到 现在这家废品分检中心 已经放假关门了 附近的环美工人告诉记者 场地里的大方块 每个都是一吨重 相当于当天民警和当事人 翻找了两吨的垃圾 拆一个箱子两百块钱 所以我尽可能地把范围缩小 不可能说去乱拆 要有方向一点 辅警介绍 最终当事人付了四百块钱 拆包费和三十元纸钱 也向派出所送上了锦旗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那边 刚才的 我会讨论 找到